大家好,这里是南妹厨房 今天用两个黄瓜和三个鸡蛋做一道开胃小菜 做法简单,开胃又下饭 先把黄瓜去头去尾 再切斜刀把黄瓜切成小段 再竖着切成菱形片 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备用 准备一头大蒜,我们把它剁成蒜末 装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小葱,把它切成葱花 和蒜放在一起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把它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另准备一个碗,打入三颗鸡蛋 用筷子充分地搅散 起锅烧油,准备一把花生米 冷油下入锅中,开小火慢慢炒 炒的时候要不停地翻动 防止炒糊了 将花生米炒成金黄色 并且能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就说明熟了 然后给它控油捞出来装碗中备用 平底锅留少许的食用油 把搅好的鸡蛋液倒入锅中 晃动一下锅,让鸡蛋摊平摊均匀 煎制一面定型后我们给它翻面 煎制两面金黄,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把放凉的鸡蛋切成两厘米宽的长条 再斜刀切成菱形块 切好之后放入黄瓜的碗中 大蒜的碗中加入一勺白芝麻 一勺豆瓣酱 然后淋入热油给它爆香 先给它搅拌均匀 现在调一下味儿 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小勺盐 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一小勺白糖提鲜 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刚炒好的花生米加进来 再加入一把香菜 然后淋入刚调好的酱汁 充分地搅拌均匀 哇,好香啊 现在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儿了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搅拌好以后给它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一道香喷喷的开胃小菜就这样做好了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黄瓜和鸡蛋吃起来双辣爽口 开胃又解腻 天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盘 真的是太解馋了 黄瓜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脆爽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感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哦